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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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早晨 你覺得我今天這身的打扮 適不適合行山嗎 你這身打扮也搭得不錯 也適合一些基本的遠距路線 如果再中階一點的話 你就可能要再去留意一下細節 有些什麼要再注意一下 第一件事我想問一下 你的個人保護裝備 但有沒有帶齊 你有沒有帶太陽油 有 我有帶防曬 現在都非常好 第二件事想問一下 有沒有帶帽 太陽眼鏡 有沒有帶防曬手袖 沒有 擦太陽油也是一個好的保護 但如果長期戶外工作的話 以剛才這三件事 對你也是一個好的保護 然後還有另外一件事提一提 你的衣服 下次可以留意一下 盡量穿一些排行快光的物料 你現在穿那件叫棉質的物料 濕了碎有什麼問題 出了行就會較為爛光 你就會醃著自己就不舒服了 CANCER 我知道 接下來香港天氣轉涼了 那行山的衣穿方面 有沒有什麼要轉變呢 如果冬天穿衣 我們有一個多層式穿衣方法 最底層會穿一件排行快光 或者保溫的物料 中層會穿一件保溫的物料 類似這些叫freeze 或者畫毛的衣服 然後外層會穿一件防風的風衣 CANCER 我還留意到 你手上還有一條筋 那這條是什麼 這條就非常好 尤其是冬天這個小工具 小工具就是一條叫風筋 它可以做一條圍筋圍著頸 可以做一條頭筋 最重要其實可以保護到頭部 減少風帶著我們的體運 CANCER 我知道你平時帶很多人去行山 你有留意到一些常見的穿著貿物呢 在夏天行山 見到一些行山人士 男士也好女士也好 會發生什麼事 男士就脫了一件衣服去行 女士也脫了一件衣服 就鬆了一個bar top出來 當然拍照好像很漂亮 但如果在戶外活動之中 這個就不是太建議的了 為什麼呢 因為見她的膚色 就不是她有長期 做戶外工作的朋友 你見她的白雪雪 即是平時很少曬 你突然間這樣曬曬的話 一來容易曬傷 二來是增加自己中雪的風險 場地教人 頭貝前浪 雲 一般... 美國雲 幾八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